今天可以算是我们在日本的最后一个整天 然后日本从昨天开始就下雨 东京这边就下毛毛的雪 而且降温降得很厉害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现在我们打算去吃一点好吃的 温暖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心灵和身体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神乐坂 就是叫什么 Kagurazaka 对 Kagurazaka 这条地方呢就是游客也是很少的 但有很多很多好吃的甜品店啊 一些料理店啊 然后找了一家 我想去试试看好不好吃 也是我在微博上看到 在日本的一个博主推荐的 他说是秋天料理 然后有我老公很喜欢吃的 親子饭 所以今天去看一下 啊这是一家卖Koroké的 我想吃Koroké 这可能Corn Abi Cream 我们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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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肉Koroké 和海鱼Koroké 一盒一盒 一盒 一盒 一盒三十元 对 谢谢 谢谢 这边是牛肉的还是 嗯 牛肉的啊 这里面是虾 虾和cream 你看 好吃哦 刚才那个可乐饼里面 它那个牛肉可乐饼 它里面的牛肉 真的是实实在在很多的 就是跟那个 便利店的牛肉 Koroké 牛肉 牛肉可乐饼的牛肉呢 就是那种脆脆的很小的 所以便利店里的可乐饼呢 就是价格比较便宜 而这个牛肉 牛肉可乐饼它就是 相对比较贵 我觉得二百六十日元一个 但是真的超满足 太喜欢吃肉了 因为我今天好饿 刚才 然后吃了这个可乐饼下去以后 我就觉得 太满足了 超满足 太喜欢吃肉了 是不是 真的很好吃 是在这里的 秋田馅的料 秋田馅的鸡 好我们来吃吃看吧 親子饭看就好好吃哦 哦 美味しそう 全然 好了 美味しそう 哦 哦 看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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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这个鸡用的是秋天的走地鸡 秋天的土鸡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还满足的 嗯 这个是旁边的 是他 这个是一块酱菜吗 嗯 嗯 好吃喔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 枯术的美食家 什么时候也是 他要口罩给我吃 太好吃了 吃完了 吃得干干净净 我的也是 我还剩下几厘米 哈哈哈 等一下我把它吃了 哈哈哈 不要浪费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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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